之前听说 这修炼废柴楚天 和慕容雪是青梅竹马 原来是自作多情啊 我就说嘛 这慕容雪 长得何等漂亮 楚天她就是吊死鬼 打粉插花 死不要脸 哦 杨宇 你看她那样子好恐怖 人家好怕 既然让你害怕了 那她今天 必定走不出这里 与其做一个废物 不如 快快去死吧 若有来生 我一定要强大刀 没人敢瞧不起我 放肆 少爷 您没事吧 你是 少爷 或是灵月 是老爷派来找您的 老爷即将离开 飞升仙剑 让我来给您送点东西 你口中的老爷 就是您的生身父亲 这有一枚玉剑 还有一张灵卡 您一看便知 我从来都没见过的 那个父亲 我从来都没见过的那个父亲 楚天我儿 修炼了这么久 还混得这么惨 这样下去 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 罢了 先给你一百亿零食玩玩 好好修炼 以后老子的江山 还要你来接手 如果 这些都是真的 那就是足以买下天风城的巨大财富 突然出现 扔下一笔钱就消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臭天 你竟然敢叫人打我 我今天非要弄死你个废物 少死 此番 承蒙姑娘搭救 还未请问 姑娘究竟是何方人士 少爷无须谢我 我乃是天风城城主 受老爷命令 在暗处一直保护您 少爷无须惊讶 我只是老爷一个 微不足道的墨留手下 能够接受保护少爷的重任 这是我的荣幸才对 原因强者 只是墨留手下 老爷非生之前 乃是此界最顶级的强者 就算是整个天风城加起来 都不足够老爷财产的九牛一毛 之前零卡里的百亿零食 只是第一份要继承的财产罢了 我不关心财产 我只关心这么些年 他都去哪了 少爷不要着急 这些事情 您以后自会知晓 单物之极 是用这笔灵石好好修炼 这是老爷给您的考验 那好吧 少爷 天色已晚 我就不打扰少爷了 这是我的传音水晶 只要少爷启动传音水晶 我便会出现在少爷面前 这脆体丹 虽然能加速修炼 但是 却是强求用外力磨炼身体 极为考验人的意志力 我痕迹太弱 想要迅速提升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一切后果 我自己承担 真的好臭 给我破 拼了 破 破 破 死不了 继续 公送少爷 记住 别透露了我的消息 明白 拥有天际灵卡的人 身份必然不简单 暗中调查一下 记住 隐藏好身份 明白 拥有天际灵卡的人 是时候 去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 混账东西 买东西花了一个晚上 你又饿死我啊 阿天 你没事就好 喂 卫海 都是同学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蠢财 老子忍你闷住啊 卫海练体经四重 你只是区区两重 就赶紧认个错吧 我没有错 要认什么 你居然敢顶撞老子 看老子不打断你狗腿 哎呀 我的妈呀 双臂都淬炼完成 你竟然是练体七重 你竟然是练体七重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只是反品灵根 怎么可能在一晚上 连续突破五重天 这么害怕 还想逃 我灵石还没还你呢 接着 从我这里抢走的令牌 我就拿回去了 好 好 多谢这些年的照顾 告辞 受死棒 好 这些人 都在练体七重之上 而且兵人锋利 一旦被尽身 我恐难抵 来呀 赌上我单身十八年的骄傲 看你们手快 还是我手快 这里是掌阁处 你不怕死吗 放开林磊少爷 饶你不死 你若敢伤他一根毫毛 掌柜的 必然逐你九族 你敢如此对我 我发誓 你绝对走不出掌阁处 你现在跪下来 可一万个乡头 我便考虑放过你 你再说一遍看看 我听不见 爹 救我 都让开 掌柜的来了 这掌柜林造 日启明超级暴躁 曾在掌格处 全都打死一个小家族弟子 看来 那个惹事的少年死定了 这一次林造 怎么都不可能放过他 爹 掌柜的 此人在此闹事 还胁迫林磊公子的性命 使我们不得谨慎 这林造秀为气息 至少是筑基网上 看来 现在就要动用那枚传英水晶了 公营楚少爷 驾临 林造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诶 楚少爷 怎么 还有事啊 在下听闻 阁下想要租赁阁楼 但是方才 那个侍女授给你的 乃是非常一般的阁楼 在下 想自作主张 给阁下 换一间最好的阁楼 作为赔礼 另外 关于那两个侍女 之后 在下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公子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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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现在更想看看阁楼的样式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这是掌格出最好的一套房 内设置有聚灵阵法 能够令房间之内 常年充满五杯于外界的灵气 另外阁楼上下三层 设有多种房间 而且防护能力极强 即便是助击强者 都未必能够打破 另外阁楼周围设有监视阵法 一旦有人入侵 您瞬间就能感应到 应该是 倒也不用这么好 应该的应该的 那就这个吧 到手了 我走了 你们就不用送了 这次的购物很愉快 下次我还会来的 还要来啊 处理得还行 要是你再晚点到 这掌格处 可就要从天风城中消失了 万分抱歉 都是我没有教育好沃儿 还请手下留情 饶我儿一命 你应该谢谢我们家公子 慷慨大方 不愿与你们斤斤计较 这一次 就姑且饶了你们 如有下次 绝没有下次 哼 还挺机灵的 楚天 你这穷小子 这次怎么来得这么早 你小子上次的学费 好像还没交干净吧 今年我可不会 再设账给你了 赵管事 你大可放心 今年 我不仅会把学费交齐 而且 我还会把欠的所有学费 都还清 谁不知道你楚天在天风学院 是有名的穷鬼学生 是有名的 就算你寻我开心 这次 也不能再赚你的账了 想要念书 就来交学费 听到没 对 怪不得都在说天风学院 一天不如一天 多半是因为有你们这种管事 才会导致现在 学院的风平下降 放肆 臭天 你怎么说话的 我都已经讲过了 我会交学费 但你一直巴巴巴说了不停 臭小子 看你一会儿交不出钱 我怎么收拾你 算上你去年欠下的 以及今年应该交的 一共是两千五百灵石 你是给灵跳呢 还是刷卡呀 这就是跟老子作对的下场 我没有灵跳 可以用灵石吗 嗯 可以 可以 救我 你是新生吗 叫什么名字 我 我是 哼 说话吞吞吐吐吐的 别像跟柱子一样在那儿傻站着 快点告诉我 你的名字和出身 天 天风学院学徒 炼体中阶班 楚天 楚天同学 请你先找个空位置坐下吧 是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我们就先来开个小班会 我叫肖青 你们今后可以称呼我为肖老师 既然大家都被分配到了我这个班 就请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 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 我肖青的管事规矩 你们现在分配在了我的班级 但并不意味你们可以一直待下去 一旦你们之中有人不能完成任务 只要次数超过三次 你们就会被送回炼体中阶班 重新读过之后 才能再次参加高级班 哇 这么严苛呀 传闻的果然不假 看来以后日子有的苦力啊 我可不想回去 果然 这个老师就是不一样啊 肃静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班级的成员了 那必然要有一个班长 这个盒子里面是你们全员的名字 现在我会用灵力抽取两人 一人是班长 另外一人是副班长 这也太随便了吧 冷宁宇 到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副班长了 是 楚天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本班的班长了 啊 肖老师 不能让别人当吗 不行 你们两个坐下吧 我来跟你们讲一下 入学试炼的相关流程 怎么会这样 我还得成为学院第一高手呢 那个 楚天同学 之后 请多多关照啦 哦 哦 入学试炼将在后天举行 到时候 你们需要早上去学校的后山集合 你们狩猎的目标 天丰学院后山之上 最为凶财的妖兽 查 妖兽查 那种连助击器强者 都不一定打得过的妖兽 我们都是些刚入门的练体器学徒 怎么可能抓到那种怪物 完了 完了 现在还能退学吗 你们 你们可要好好活到这次试炼结束啊 妖兽查嘛 这下可有意思啦 熔灵兽虽然是实力弱小的妖兽 但是却极其珍惜 其兽皮更是价值连城 兽皮的强大之处在于 能够让练体修者 都激活其强大的防护能力 也就是说 就算是练体的修者 也能够提前用上二品的软架 修者是不能跃迹穿戴装备的 但是 这熔灵兽 既然能够让练体修者 拥有助击级别以上的防护力 这也太震撼了吧 不止不止 我还没说完呢 熔灵兽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能够镶嵌妖河 拥有妖河能量制造的防护罩 啥玩意儿 镶嵌 那是不是还能附魔呀 对于这软甲来说 你镶嵌在上面的这些个妖河 能够为你提供被动的加成 比如说 你镶嵌个风属性的妖河 能生青如燕 镶嵌个乌龟妖河 能扛揍 不过只能镶嵌三枚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吧 当然 我全都要 我手里有几枚不错的妖河 如果你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镶嵌上 只是价格 镶上 甭管多少零食 难道雷老板 不想做一件令自己满意的东西吗 我楚天全力支持 你只管做 放手去做 做坏了我也认 这小子 居然了解我的心愿 就这样决定了 结账 谢 谢谢 小子 东西做好了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阮甲 这 是天风城最好的二屏阮甲 受死 杀手 杀手 为什么我的别墅里会有杀手 你是逃不了的 嗯 嗯 到底是谁 竟然请一个如此专业的铸鸡杀手来杀我 难道 是掌格出老板的儿子林磊 这别墅乃是他给我的 若是他诚心安插杀手 别墅防护 应当是行动虚设才对 那就只有 欧阳瑜 哼 看来 我还是太心软 这是什么 快追 啊 该死 你们都好好看着 这茶归我了 他半归 道师 他半归 他都行 他有妖法 一个居居炼体七重的修者 如何可能悄无声息地使出如此强大的攻击 那攻击至少能够达到炼体九重的境界了 你们少诬陷人了 咋这么没见识啊 浮转 知道啥是浮转吗 土包子 还妖法邪术 你们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呀 可是 可是 规定没说可以用浮转 你 拉倒吧 也没说不能用啊 你也可以用啊 一枚浮转 加之至少一两千灵石 从未见过炼体修者使用浮转 这小子为了刺查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一枚 这个楚天 到底是什么来头 烟雾 你们一会儿找机会 直接灭了这个小子 哦 那我们去下个埋伏的地点 知道 快点走吧 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有你好看 楚天 班长小心 不要慌 问题不大 嗯 防御服 防御服转 还是一次性两枚 给我死啊 楚天 是个男人 就出来跟我打 送在归壳后面 有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脸 一个炼体九重 打我炼体七重 还不让人躲躲了 把我伤成这样 竟然还敢这么说话 我要你死 看招 胆小如鼠 笑死我了 情人太甚 楚天 今天杀不了你 我阴武 誓不为人 那你今天 还真当不了人了 烈狐服 这么扛揍 就给你一点教训 啊 什么 我们 赢了 好像 是的 班长 你可真棒 小事小事 怎么样 服了吧 愿赌服输 赶紧麻溜的给爷爷爬地上 学狗教 不可能 我不接受比赛结果 出天犯规作弊 这场比赛做不得数 我们走 等等 周老师 身为导师 怎么能出尔反尔 要赌的是你 现在不认账的也是你 你以为我萧青是好惹的吗 嗯 哼 学狗教 你们 你们不要怕 我去搬救兵 你们等着 周老师 周老师 站住 你还没有学狗教呢 你不要过来啊 嗯 学狗教 楚大爷 您放过我 放过我啊 都是班长在吆喝 我们都是被逼的 好说好说 咱呢 是个守规矩的人 既然立了赌约 就要遵守 赶紧的 我还要跟人吃宵夜去呢 哇 哇 哇 大点声啊 听不见 哇哇哇 啊 哟 哟 哼 哼 哼 就凭你的境界 还敢跟我动手 不知死活 哼 防御浮转 每一枚价值至少两千零食 你小子还真有钱呀 不过 等你死了 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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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还挺多 快把东西都交给我 说我准本大爷心情好了 还能饶你一命 哼 哼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哼 还真是学院里的呆子 就你这样的废物典型我一次能打十个 哟哟 我好怕怕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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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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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万的灵石没白花 你 你敢动我 毒血用兵团 不 不会放过你的 告诉我 这是什么 我凭 什么告诉你 我说 我说 这 这是拥笔团的定制弩箭 定制弩箭 那你们有没有接到过一个 刺杀炼器七重修者的任务 他的名字叫楚天 向你们发布任务的是谁 这 说 别说是我说的 初天 你杀人了 跟我走一趟 没有证据 就算是护卫堂的人 也别想在我的课堂上带走任何人 是吗 是护卫堂 之前就听说学院里有人违反校规 狩猎人命 被护卫堂的人抓去处决了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护卫堂是天中学院的高层机构吗 这护卫堂严格来说不归学院馆 可咱们学院修者太多 总会出事 除了院长才请来了护卫堂 维护学院治安 他们在学院权力很大的 你要证据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 带走 我去 下手真狠 翟青天 你说小悠我杀人 那我究竟是几十杀人 杀了什么人 你亲眼看见了 废物东西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不过如此 现在还不能出手 楚天 住手 翟青天 你竟敢违反学院院规 私自对学生有刑 你没资格带走他 护卫堂办事 谁敢插手 纸布 孙老师 可恶 金丝软甲 一个废物身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装备 楚天 你这软甲 怕也是偷来的吧 我楚天站得直 行得正 还怕你们不成 不过我要是没罪 你们胡乱抓人 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哼 大眼不惨 带走 不准你们带走他 是啊 不准带走他 宁宇小姐 护卫堂办事 您可别让我们为难哪 知道我是谁还不放人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就不怕 我去找爷爷告状吗 小姐 我可都是按规矩办事 有什么好告状的 此人触犯了怨规 还请你不要纠缠 赶紧让开吧 我偏不 你 斩青天 让你抓个人 怎么这么磨蹭 天风去院副院长袁武 他怎么来了 袁大人 犯人楚天赋予顽抗 还教唆老师和同学 唯独护卫堂办事 请大人主持公道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你就是楚天 没错 我就是学院里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学生 你们凭什么抓我 有人举报你恶意杀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萧老师 我没事 可恶 现在怎么办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去搬救兵 爷爷怎么还不来啊 太好了 幸亏赶上了 发生了何事 院长 好久不见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还不快松开 学院里有学生触犯愿规 作为副院长 我自然要严加管理 不是这样的 爷爷 他们无凭无据 就要强行抓走楚天 还不分青红造白的动手伤人 他们这是要栽赃嫁祸 我只是公事公办 不信您可以问他们 胡闹 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 遇见厉害的 还不是怂了 还不松开 是 院长 班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看 这不好好的吗 不过 你可真厉害 居然请来了院长 那当然 主绍 让你受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是我这个小人物 劳烦您大驾了 主绍说笑了 你哪里是什么小人物 老朽 我可是一直都关注 住着你的安慰 今天是老朽来迟了 还请楚少多担待 呃 好说 好说 院长 您在说什么呀 他只不过是个无名小租 您别认错人 闹了笑话 员武 你带人威胁城防安危 还私通外敌 想要加害天风学院优秀弟子 这件事情 我需要你好好解释一下 否则就算是我不追究 城防将军也是不会放过你的 这里怎么还会有未成年 幽默 好凶的丫头 哎呦 竟然是白家大小姐 楚剑 这下你可算完蛋了 都是误会 同学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 一个费灵根的孤儿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仅剩的炼体七重 你 敢不敢和我上台斗一场 这话说的 我怎么能对这么可爱的女孩出手 女孩 看清楚了 我的实力 炼体八重 白师姐竟然已经到了炼体八重的境界 师姐 这事儿是我不对 要是打我一顿 你能消气 那就来吧 刚才可能有点冒犯 但你确实挺可爱 要打就打 叽叽歪歪 算什么男人 赢了 这份传功御检 就是你的 要是输了 你这双到处乱看的眼珠子 就归我 怎么样 传功御检 正好可以拿来提升灵力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一言为定 你 去敲鼓 好嘞 大家快过来看 开学典礼上的第一场比斗要开始了 白青云师姐 对战高阶一般楚天 好戏开场了 蠢才 待会儿看你怎么求饶 你还是下家的 少废话 看剑 懂懂 等一下 我尿急 申请暂停比赛 去趟厕所 不会吧 他竟然真的去厕所了 过去 还能有这种操作 都这么久了 楚天怎么还不回来 那小子不会是溜了吧 白晶云也太惨了吧 这样被晾在斗技场上 抱歉抱歉 人有三级嘛 见谅见谅 天 竟在这样戏怒我 我家里最是万段 十万剑齐发 快躲开 万剑齐发 看我的 就浑云之日 大楚射月 你竟然是炼体九重 没错 答对了 这不可能 你不是炼体七重吗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九重 你作弊 不不不 忘了告诉你 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偶有感悟 所以晋升了 什么 上个厕所都能伤进 还是连生两镜 这也太牛了吧 不好意思啊 你的传功欲减 是我的了 恭喜楚少 赢得比赛 好说好说 势极从全 不管了 死就死吧 怎么样 福气了吧 你又是谁 靠单药催生出来的九重而已 是炼铁九重的超级强者 畜生 敢欺负我妹妹 我要你死 我去 这兄妹俩怎么一个德行 这下惨了 白玉田 你想坏了学院的规矩吗 冷面剑魔际冷风 住届中届的高手都出来了 这楚天到底是什么人哪 让开敢欺负我妹妹 今天不要把她炊成肉泥 还没完没了是吧 就是一场误会而已 欠也到了 打也挨了 你还想怎样 我说过了 学院之内禁止打斗 不要 这个楚天 竟然敢和宇文公子抢人 真是不自量力 嘿嘿 怎么样 这下 哦 那又怎样 没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哼 你 混账东西 竟敢对本公子出言不许 识相的就赶紧滚 凝宇 你这个未婚夫素质怎么这么差啊 楚天 都说了他不是我未婚夫 那他还这么嚣张 楚天 我杀了你 你 胆敢无视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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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了不得私斗 听见没有 不准打架 打赢进牢房 打输进医馆 是吧小金子 你叫我 什么 哼哼 静等风 你有病吧 这你也管 语文公子 凝宇都说了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像条狗一样咬住不放啊 楚天 我要你死 小心 没关系 颇 煩猎 各位 呃 班长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有事的人在那里 我无法计 好了 怎么回事 谁把灯灭了 拉扎拉扎 大家怎么还拉灯啊 闭嘴 别慌 有护卫堂的人在呢 这是 这是 不想 得想个法子脱身 天都齐 这眼神绝非寻常修整 你们看 语文清语呢 对啊 人怎么不见了 竟然逃了 我去追 好了 此事大家无需多管 护卫堂会负责到底 等等 翟夫堂住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妖兽 不知道您看见了没有 妖兽 学院里怎么会有妖兽 不 翼王会长不会是让妖兽给抓走了吧 哼 小子 不该管的事少管 小心活不长 嗯 不对劲儿 这个宅堂主 看来不简单哪 楚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在下楚天 姓别男 爱好女 先驻天丰城 陈希俊天丰街道二二三号路 天丰学院掌格处第一别墅区 一号别墅 目前未婚 所有要求 少废话 你知道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与灵月乃是世交 她来让我好好照顾你 却没有告诉我你的身份 一个月前 你还是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孤儿 现在已经成了撼动学院高层会议 挑战学院权威的问题人物 楚天 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肖老师 您觉得我是什么人 我知道 你的身世并不简单 肖老师 您猜的没错 身为一个逆风翻盘的男主角 怎么会没有出生的秘密 我的身世的确曲折 自小在外颠沛流离 受惯了欺凌 最近刚认了个平衣老爹 但也仅此而已 您觉得我可疑 可我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在这世上好好活着 至于我是谁 来自哪里 这些真的重要吗 楚天 我无意窥探你的过往 我只是 不想你走错路 强者之路大到独行 你须得坚定到心 才不会被黑暗遮蔽双眼 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肖老师 你见过地狱吗 我见过 楚天 楚天 往事已已 往事已已 你应该向前看 对不起 让你想起了不开心的事 肖老师 但是 其实 我除了爱捉弄人这点毛病 骨子里绝对是个正直勇敢的大好青年 楚天 你 梦幻乐园 看来 我得亲自走一趟 老夫乃是兄弟会的老大 免贵姓李 当名一个华子 这次来找楚兄弟 就是想跟你狼狈为奸 共商打计 兄弟会 老大 还狼狈为奸 小朋友 你今年多大呀 小学上完了吗 楚兄弟可真是开玩笑 老夫今年六十了 小学 自然是 早就读完了 六十岁 你们 是在逗我吧 如假包幻 楚兄弟 不瞒你说 我们这次来找你 就是想和你谈一个大大的阴谋 合作 停 现在小孩子都能进诈骗团伙了 不然怎么会被一个小孩忽悠 楚兄弟 你就放心吧 我们在夜内口碑很好的 咱们兄弟会 绝对是严肃且正经诈骗组织 固有组织 被端掉了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当务之急 是咱们就合作一事 做一些无稽之谈 是重要会谈吧 行了 说吧 你们为什么找我 我们找你 自然是有道理的了 哼 天风城主面前 举角轻重的人 绕来绕去没一句实话 楚公子留步 在下张俭罗 兄弟会副使 请 楚公子 请 说实话 现在组织运转困难 我们需要你提供活动经费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们是来拦路抢劫的 是公平交易 楚公子 兄弟会不会白要你的灵石 我们有数一数二的高级炼丹师 可以为你提供丹药 这笔买卖你不吃亏 笑话 我凭什么和你做交易 就凭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独蝎雍兵团 他们正在酝酿一个足以毁灭天风城的巨大阴谋 牵涉的人和事盘根错节 你逃不掉的 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事关重大 我得先考虑考虑 咱们再联系 乱插狂舞 左 右 左 右 向上 蹲 跳好 雕虫小技 啊 文长 最后几张 都送你了 文长 快躲开 文长 你没事吧 待在这里 等我解决这群无赖 再带你回去 吃夜宵 没了福转和丹药 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 天肚体反噬严重 暂时不能再用了 那就 没了内线 我一样可以打败你 别生气 快速收起 秋天 不要命了吗 文长 放我出去 我可以帮你 对付他 我一个人够了 到临头 还敢自信 自从继承了百亿零石 我总想着靠福转和丹药来震胜一切 现在才发现 丹药和福转 你总有用完了一天 唯一能理仗的 唯一能理仗的 也只有我自己的实力 或者说 是我的潜力 这小子 这小子 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破茶室 住手 哥哥 你没事吧 你别过来啊 告诉你 我虽然不打女人 被逼急了 也是会动手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既然输了 雷霆全谱就是你的 这件事 是我们不对 对不起 灯狼 糟了 这是哪儿 班长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这么多妖兽 这是 妖兽祭坛 妖兽祭坛 我们 我们误闯后山 恐怕是 被抓了当祭品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怀里 有一个船银水晶 你把它拿出来捏碎 自然有人来救我们 班长 得罪了 小心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嗯 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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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哙 哼 哼 哼 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来头 但总会是道命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快躲到森林里去 阴魂不散的畜生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小爷我的厉害 哪里走 就喜欢爷的 不如你来给我当做棋啊 下进头顶 还不快走 再愣下去 可就真要被吃了 班长 你可终于回来了 算我命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有事的可是他们 现在是时候解决这个家伙了 灵剑五 今天就让你尝尝火之快乐叉的真正威力 破天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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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也不赖 现在正式开始吧 救命啊 有人质 不是吧 这央手还懂战术 臭星星 有本事就冲着我们来 拿无辜的人出去有什么意思 两位少侠别冲动 求你们发发善心吧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十岁小二 可不能死在这里啊 到底要怎样才肯放了他 你想要这个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让这么多妖兽追着不放 把它给你也行 不过说好了 咱们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行了 东西给我了 就是我的 你先老实待着 lion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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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我来救你 好兄弟 果然够一起 你的牺牲 绝不白费 牺牲你个锤子 小金子 你不会是在报复我吧 快走 那啥 刚才就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你不是想要这个盒子吗 这回是真的 拿去 快走啊 我是小金子 你可真不够意思 我千辛万苦跑回来救你 你竟然咒我牺牲 你听错了 大虫子 宝盒里竟然是颗珠子 大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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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来了 都留下来 正好前段时间学了个新招式 就拿你们练练手 拿来 我的岔子 拿去 这么骚包的招式 难怪萧老师说不要轻易使用 楚兄弟好伸手 先别回去一养天年 老夫还有些事情 要与阁下深入探讨 怎么样 合作的事考虑好了吗 刚才在烈火堂你也看见了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 胜造七级浮屠 又是什么消息 话下到来吧 楚公子 就算不为天封城的子民 你也该为自己考虑 这是给楚公子民的丹药 这枚丹药 可以让你直升炼体九重 我还当什么好消息呢 一枚丹药而已 在下不猜 早就是炼体九重了 这枚丹药 可以让你直升筑击九重 筑筑击九重 要是放在以前 这种好事我一定答应 但是现在嘛 修炼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天封学院第一高手的位置 您不想要了吗 都说圣镜难如凌空摘星 更何况是连升十戒 这种药要吃下去 谁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种药 我可不会再上了 楚公子 放心 合作的事我答应 这斗菜刚刚开始 拜阵 是小龙阵 这可是练妖兽的阵法 怎么用在人身上的呢 这群砸碎 不急 我们先等等看 我们要相信楚天 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潜力 肖老师 出手吧 再这样下去 楚天会出事的 再等等 肖老师 给我用权力 施雷洁 反正要突破助击了 我去找爷爷来 主击一宠 竟然升到了 主击一宠 竟然升到了主击一宠 能从梦幻乐园 活着回来 这小子果然不简单 助击二宠 助击三宠 四宠 五宠 六宠 七宠 八宠 九宠 九宠 瞬时间内竟然能连升十阶 楚天 楚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张天坤已经是半步结单 肖老师 这场决斗根本就不公平 别添乱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奇怪 怎么戳不动啊 再来 楚天 楚天 小心 那就试试这个 大猩猩留下的匕首果然有用 来呀 五宠 八宠 五宠 四十 干得不错 天风学院第一高手就这么没了 怎么会 现在的学院第一高手是你呢 现在的我过得很好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还能当高阶一般的班长 不是吗 楚天你确实成长得很好 但我担心的是 你所背负的或许有一天会让你误入歧途 梦幻乐园虽然已经化为灰烬 但一个人的过往却很难磨灭 等等 化为灰烬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梦幻乐园在五年前已经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什么 萧老师 你快告诉我 在那里到底看到了什么 在你闭关的一个半月 我找到了你当年逃出来的地方 但是 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厚重的铁墙内部 建筑都被烧得焦黑 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柱子 到处都是人类和妖兽的残骸 还有一些 球车一样的兽龙 目光所及之处 没有一个火物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十岁左右 不 是十三岁 脸圆圆圆的 头上扎着两个 两个朝天就 初天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不过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兔子玩偶 那个玩偶丝毫没有所怪 甚至颇为精致 就好像 是有人故意把它放在那里的 兔子玩偶 那 那上面有没有修字 好像 是有 那肯定是我妹妹的玩偶 或许她还活着 而且还在那里给我留下了信息 她在等着我去找她 对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谢谢萧老师 我先走了 楚天 楚天 老头儿 你在哪儿 快出来 我有话要说 我是不想继承财产吗 还找老子干嘛 我不是那个意思 爹 继承第二笔财产之前 我想先去趟梦幻乐园 梦幻乐园 那里都被烧成废墟了 你还回去干嘛 有些朋友还在那里 我想回去看看 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 天风城我不是不想接 可只有彻底从梦幻乐园走出来 你才能配得上她 原来你都知道 好 无愧是我二 这是精灵御随 可以净化一切怨念 带着她 好好送女朋友一程 谢谢爹 臭小子 终于舍得叫我爹了 还有个任务交给你 之前我在梦幻乐园 丢了个班纸 顺便帮我找回来吧 这是方位图 一路当心 答应得这么爽快 我就知道没好事 楚兄弟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 是真的 楚兄弟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 不过你要离开天风城 这是打算去哪儿 这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要去 梦幻乐园 看这样子 咱班长好像是被人打劫了 不许欺负楚天 不用紧张 这位姑娘还挺关心你 少不让张副师 帮你试试她 你们是谁 竟然敢在天风城 拦路抢劫 姑娘又是谁 竟然敢管我兄弟会的事 兄弟会 我是天风城冷家大小姐 楚天是我朋友 我警告你们 离她远一点 原来是冷家姑娘 快跑 快跑 神风军来了 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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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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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赢我 你还嫩了点 哼 哼 错了 鹅姬火来捉弄一个姑娘 你们还要不要炼 冷姑娘 得罪了 我们找楚公子是有药物相伤 可没有欺负一说 那你们看那么近干嘛 你们还 手起刀落 剑血封喉 江湖人士果然身丧不漏 你 赔钱 赔钱 姑娘 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怎么就得赔钱了 谁要你救 都怪你 这 我的车夫跑了 车也毁了 不找你赔找谁赔 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少废话 零食拿来 要不是姑奶奶我出门没带够盘缠 谁在乎这点苍蝇肉 好心救你 还拿我当冤大头 我就是有零食也不为白眼狼 你 还想冥抢 还想冥抢 但我 赔钱不怀 冥抢是怎么样 好快 起码是开光期的修成 好 上 走 才你 好 拥 相 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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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不就是零食嘛 我给你就是了 咱们商量一下握手言和怎么样 算你实现 想要零食就自己来拿 姑娘 山高水远 先走一步 咱们后悔无期 竟然给了这么多 算你还有几分眼色 骗子 你们跟了这么久 就该知道我不好惹 怎么还送上门来找打 还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上 是 等等 之前我就想问 我跟你们无恶无仇 独卸佣兵团的人 怎么老是追着我不放 那是因为你得罪的人太多 总有人要买你的命 看来你们也不知道内情 那就好办了 我把自己的命买回来 你们别再跟着我了 行不行 老大 零食 少来这套 无限佣兵团团规第一条 拿人钱财铁人消灾 我们也是讲规矩的 蜀天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 杀了你我有什么好处 你们收了我的钱财 来替我消灾不就行了 你 你们呢 什么想法 说的有道理 零食不正白不正 还省事了 放屁 一群笨蛋 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忽悠 竹天 不管你说什么 今天你必死无疑 请赵 我看谁敢放肆 我看谁敢放肆 张建国 竟然还活着 张建国是谁 那自然是你面前这位 隐姓埋名的大美人咯 谁能想到 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 竟然有这么威武正气的本名 臭秃子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 我 我 王什么王 老纳王齐玉 是个厨子 楚施主啊 刚出炉的叫花鸡 尝尝 和尚也能当厨子 楚兄弟 不必生分 齐玉 可是咱们兄弟会的高级干部 别客气 这叫花鸡 可是咱兄弟会议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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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华 兄弟会老大怎么在这儿 这群人嘛 楚兄弟想怎么处置 哼 是毒蟹用兵团 他们要害楚公子 糟了 可恶 可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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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行不行 我还让我来 少废话 跟我一起上 树天 你竟然耍我 谁让你这么好骗呢 都说了 打不够我 怎么还来 朱公子 晚上好啊 睡了几天床板 腰酸 胃痛 腿也骂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这东西已经发狂了 大家快救人 快 快 我也怕一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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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恢复得这么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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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犯班 能不断再生 看来得想个办法 把他们一举消灭才行 大师 借你的侠母鼠一用 师主请便 你给我 下去 别去 别进去 你们快回来 回来 回来 进去 大师 教授 教授 Corey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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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公子 你还好吗 畜生 恶魔 我一定不会放弄他们 救命啊 恶魔 这东西竟然还活着 主施主 小心 速度好快 大人小心 他的血有毒 女侠 你不是很能打吗 怎么不出手 不行 他长得太丑了 不值得被女侠下功夫 那还不快躲起来 来得正好 抚住口臂 快躲开 什么人 什么人 我 我 我先跟回去看看 你们注意安全 你是谁 为什么跟着我们 先跑 还不开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想知道楚云的消息 就乖乖回天封城等着 等了你是说 别等了 难道 小云 她还活着 楚公子 那个偷袭的小贼呢 要是让本姑娘抓到 一定不会放过她 这不会 又是什么罪证吧 这是我妹妹的玩偶 刚才那个人并没有恶意 她把东西交给我就离开了 千里迢迢来到这荒岛上 就为了给你送一个破玩偶 这是几个意思 她说让我回天封城等消息 当年梦幻楼园被大火烧毁的事儿 不许没这么简单 除了我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活下来 天封城要出大事儿了 快跟我走 我去那边 快出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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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妖阵 躲妖阵 妖兽 怎么这么多 这又是什么 这是天封城的护城结界 十年前你老爹我 花了半身灵力设置的 不错吧 我在天封城这么多年 竟然从来没见过 知道你这些年 日子过得舒坦了吧 现在 也是时候该扛起重担了 你对隐魔知道多少 那是痴人的魔物 非妖非兽 可能来自意见 说得没错 这隐魔呀 是你爹我 也来的祸根 我跟他们斗了半辈子 本以为已经斩断因果 我放下你们母子 飞升仙界 就不希望 你能安稳长大 可现在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诡计 如今隐魔卷土重来 让联合独协傭兵团 操纵妖兽 袭击天封城 就是想把这里 变成第二个梦幻乐园 我身在仙界 有心无力 这个结界也撑不了多久了 以后 天封城的一切 都要交给你来守护 这就是我给你的第二笔财产 儿子 你能做到吗 老头儿儿儿儿 这饭子我见了 天封城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我说过了 这次回来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万物以西云 远远山 少爷 按理说 妖王传承不会选择人类 这恐怕是个意外 但不论如何 梦境宝珠的力量 确实真的 如果你能把它唤醒 就能号令所有妖兽 拿下操纵妖兽的翟春秋 自然也不再画像 号令所有妖兽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剩下的 或许你在藏经阁能找到答案 藏经阁是天风学院存放晶石典籍的地方 非学院弟子不得进入 我没有入阁权限 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 神神秘秘 我倒要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乾坤 班级姓名 天风学院高阶一班弟子 楚天 等级 筑击九重 借你一丝灵力 验证通过 进去吧 那我就进去了 竟然收藏了这么多典籍 看来这藏经阁 还真是名不虚传 进了这个门 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 来者是客 宇文会长 不先请我坐坐 看见 树击击 树击击 打架归打架 你可别拆架呀 东西打坏了 我可不配 你 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一起上 杀 双华万丈 就这点本事 还敢嚣张 谁呢 我在这儿 袁文青鱼 还有什么招 全都使出来吧 这可是你说的 狼牙空日 下来好好招待楚公子 楚天 你不是助击九厨吗 这可是我重金请来的 杰丹级高手 这可是我重金请来的杰丹级高手 助击队杰丹 谁下我看你还怎么狂 来得正好 正愁没人陪我生镜的 你就是现在 竟然突破了杰丹级 竟然突破了杰丹级 别破天一世 可恶 这等秦宝子竟然还能生劲 结坦五重 谢了 要不是你让人来找茬 我还没法突破的这么快 记住今天的教训 要是再让我碰见你们借着学生会的名义欺压同学 我就拆了你这学生会 盖猪圈 主妾 我要你死 不许伤他 谁 谁 前面包抄 是你 放开我 要我放开也可以 先告诉我小云在哪 你没认识 一面之缘 问你什么事 当我没问 你不是要找楚云吗 先放开我 我带你去找他 真的 开门 这扇门一旦关上 三个时辰内无法再次开启 你们这老是在哪个男人 竟然被他耍了 这女人冒险引我们过来 一定另有目的 先看看再说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为何要这样做 我说过 作恶之人 一定会得到惩罚 所以你只管好好活着 你的仇 我来替你报 我来替你报 人类少年 告诉我 你的名字 在下楚天 楚天 无记住你 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条命 你若有难 竟可换我 这是什么 千年大妖的妖力 这回 还真让你撞上大运了 等等我 你天 都干了什么 终于现身了 长了眼睛不会自己看嘛 宅春秋 宅堂主 你们都看见了 搞得这么脏乱差 想看不见也很难吧 你明那只妖兽呢 被我一刀砍死 现在估计烧的 就剩一堂灰了 我的东西也敢动 楚天 我看你是活得太长了 他以为开光高剑 我们不是对手 快去找院长来 快走 别管我 你快去找失败院长 宅春秋 你要杀的是我 有本事就冲我来 区区两个废物 在这里跟我玩兄弟情山 那我就成全你们 翟春秋 你放了他们 有什么事就冲我来 楚天 你以为你是谁 你害死我弟弟摘晴天 又烧了我的密室 还敢在这里讨价玩将 去死吧 你不错不不错 罢了 带春秋 顶罚吧 这次在后山 没想到是隐魔救走的 翟春秋 隐魔 竟然和隐魔有关系 看来操纵妖兽攻城的人 就是翟春秋无遗了 王院长 你也知道隐魔 十年了 该来的终归会来 天封城的浩劫 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既然躲不过去 那我们就正面迎敌 大家放心 既然找到了应对 妖兽的办法 我这就去找林城主商量 天封城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你先好好养伤 好腿这种小事 就先交给我吧 后生可畏呀 楚天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妖兰 快走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住他 不能伤了林城主 得想个办法引开他们 想抓我 有种就跟过来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追 万物一息 说 是谁派你来的 是谁派你来的 我独邪傭兵团 向来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至于雇主的身份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你们既然如此嚣张 难道就真的不顾天封城的死活吗 瞧你这话说的 天封城是死是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乎的 是你的命究竟能值几块零石 是你 先前在海上欠你一命 今天 就算是还了 楚天啊楚天 老是当个穷学生不好吗 怎么什么活都往身上揽 谁让你是我的儿子 怎么现在后悔了 哪有 抱怨两句都不行吗 我老四年轻的时候一个得行 来 让你爹我看看 修炼了这么久 到底有几分长进 这可是你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 哈哈哈哈 太弱太弱 和我当年比 可是差远了 大楚生命 是吗 是吗 哎呀 冷静啊 这些不过都是需要 真正的对手 只有一个 你什么时候突破了开光旗 哼 哼 就这两天 哼 不然怎么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 哼哼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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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外受尽苦楚 怨过我吗 活着已经很忙了 哪有国父怨你 那时候我连你是谁都不记得 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成长得很好 儿子 不论明天结果如何 爹都为你感到骄傲 老头儿 这缕残魂在人界待得太久 已经坚持不住了 剩下的灵力留给你防身 这回咱们父子是真要天界再见了 众瑶兽经令 杀的重剑 踏平天风城 火山它处置 呵 出海的大人 精灵啊 啦 现在将个阻力与过了 但最后是小艺的大人 你是吗 梦境宝珠 你一个普通兄长 操控梦境宝珠 运气太好 我也没办法呀 把这只半人半妖 给我踏成烂衣 你终于来了 别藏了 显身吧 你认出我是谁了 不就是隐魔吗 隔着人皮我都闻到味了 不不不 你再好好想想 当年在梦幻乐园 何可还送过小云兔子玩偶 你是小石头 你不是已经 死了 还是被隐魔吃了 让你失望了楚天 我不但没死 还成了他们的一员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等等 你为什么要帮隐魔毁灭天风城 你忘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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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 你可是隐魔呀 当年你一足两只 都想过我们的下场 这么多孩子 只有你逃了出来 而我们 只能看着同伴 一个个死去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我 你们 难道 没想到吧 你的宝贝妹妹 也加入了我们 这算得了什么 我要的 我会是守护大家的力量 你 是妖王传承 臭天吞下你妖珠 天长 不可能 你当年就是个逃兵 现在也应该是 小韵 帮我杀了她 我们输了 接受命令吧 你 一无凝食 众生安 滥杀无辜者 此处于天地之鉴